那基本上如果说我要按照什么呢 当然这边有好几个栏位 如果我今天需要按照什么 按照这个业务 比如说我今天的需求 这个问题05是一个总表 那这个总表里面 Ctrl向下 总共有2500 其实就2499 笔资料 那这个资料里面的话 我希望把那个根据业务的姓名 做什么呢 做帮我快速的分割 也就是说呢 里面的业务人员呢 总共几个 你就帮我分几个工作表 比如说菜头一个 小咪一个 菜头又重复了 小张一个 老王一个 反正呢就是什么 先产生一个不重复的 所以其实第一步 一样嘛 跟那个一班二班三班一样 你可以把这个复制起来 然后也许我们这边 中间间隔一览 一直把它贴到这边 选择先贴上 只有纸好了 或者贴上好了 然后贴上之后 你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资料里面的什么呢 资料里面有一个叫移除重复嘛 对不对 那我就可以把有标题 有标题 有标题 业务 OK 然后移除之后的话 他就从这2493个里面 帮你留下只有六个 OK 也就是说这里面呢 其实业务人员呢 就只有这六个人 那假如说我今天呢 我希望快速的帮我把这些资料 OK 2499笔资料 帮我快速的怎么样 帮我分割成 这六个业务人员的个别的资料 那我希望怎么样 一个工作表 就放一个 有没有 一个这个业务 比如菜头 所以你需要什么 先新增一个工作表 有没有 然后呢 再把找到 所以找到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所谓的资料里面的筛选嘛 筛选里面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根据这个叫菜头 把菜头留下来 然后把菜头这些资料怎么样 帮我放到那个工作表里面去 这个感觉上应该跟我们之前 那个一班二班三班 应该还蛮像的 所以其实很多地方都一样 只是说你懂不懂得怎么样 把这些东西 把它灵活的 来做一些改变 OK 然后把这个结果给做出来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根据这个 这个问题05 然后来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如果我今天想